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您的付出而更加动人 感恩尊重生命爱 何以不正共福源 2018年 全球天灾频传 2月6日深夜 台湾花莲发生六级强症 四栋大楼倒塌 200多人受伤 17人罹难 引起全球关注 来自世古来国光华小一校的 六年级学生 省下零用钱 捐助花莲地震灾民 为灾后重建 静迷分离 因为前一阵子就发生地震 花莲 所以我就想说 启发他们的善念 叫他们稍微注意一下 有关这件事情 与此同时 我们来做一些事情 做三四咯 相隔半年 7.5级强症和随之而来的海啸 摧毁了印尼苏拉威西岛上 许多家庭的天伦 新山此地幼儿园的小朋友 和志工们凝聚善恋 共同为印尼祈祷 灾难无情 人间有爱 世古来小天使幼儿园的孩子们 为印尼灾民 献出了自己的铺满和零用钱 而新山五间店平民滑小的学生们 也善用客余时间 向同学们勿心勿爱 帮助印尼地震及海啸的灾民 因为他们无家可归 要不然就是饿着独自没东西吃 希望他们会有东西吃 以后就会有家住 这样其实也坚决地 培养小孩子的那种爱心 他可以把这些爱 散播在其他世界的各角 不止国外的灾民需要得到帮助 本地清寒学子 也因社会大众的点滴爱心 而得以继续安心求学 今年 此季辛亚住学金帮助了 466名来自47所华小 9所丹尼尔小学 和24所中学的贫困学生 一周都可以 但在学校里没有足够 我非常感谢 我能够学习 他们能够学习 然后能够学习 住学金是很多善心人士 凑起来给我们 亲亲父母的负担的 就希望你们可以 就是努力地读书 不要荒废学业 一人一上 远离灾难 此季助人的善款 都来自你我无私的奉献 为了启发更多人的善念 自10月13日开始 此季志工走进各个社区 和私人企业 沐心沐爱 借助众人的力量 来帮助更多不幸的人 因为有需要帮助的人 还是很多 我们有能力帮助到别人 是我们的荣幸 23年来 慈济新山之会 把爱散播在新山 古来和奋争的各个角落 爱心付出从不间断 如今 慈济新山之会 不分种族信仰 每个月发放超过 17万令吉的补助金 帮助了304户贫困家庭 并在年节来临前 为他们发放一节礼包 照顾部们收到的 除了使用的生活物资 更多的是 慈济职工真诚的陪伴 我最高兴 这不少人喜欢我 这不爱我 我认为我 我认为我认为 所以你不要 恐怕什么 我认为我认为 我认为你 甚至你 有疲惧的 我认为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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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发炎 没有发炎 慈济职工也没有忘记 常年握病在床的病患 新山慈济人医会的志工 秉持有苦的人走不过来 有福的人 就要走过去的精神 长期为行动不便的照顾户 提供上门看诊的服务 认识的慈济 其实是一个新的开始 因为起码在生活方面 因为生活费方面 慈济有帮助到 有时候会有一些东西 想不通的 会跟师姑他们聊一下 他们就会给意见 然后我会吸收到 有时候会自己会慢慢想通 他们也是有帮助我 教我怎样怎样 会比较好 起码有多一个医生帮助 除了完整服务 新山慈济人医会也到安老院等慈善机构 进行疫诊活动 为他们的身心健康把脉 毕竟老人在身体健康方面是需要多关注的 而且他们也觉得很开心 知道他们是有被人家关注到 而不是老了就会被遗弃在旁边的 最令长者们开心的 莫过于天真活泼孩子们的来访 慈济人文学校的慈幼和慈少 趁着学校假期 在安老院关怀年长和行动不便的长者 从中培养孝敬长辈的良好品德 他们就是没有亲人在身边 我们要孝顺父母 因为他们照顾我们 心善心孝不能等 除了机构关怀 奔真慈济人文学校的孩子和家长们 也借父母恩仲南报经音乐首语舞台剧 提倡孝道精神 看了这一个真的 想到以前真的是 做出很多东西 感觉是天天我这个机会 重新再认识我的父母 孩子的品格教育 需要从小培养 老师们的用心教导至关重要 近200位来自全马各地的教育志工 齐聚新山透过游戏 讲座和教案分享 探讨如何用爱 陪伴孩子成长 听到她分享特殊儿的一个教育 觉得景娟老师她非常非常地用心在这一块 尤其是对于那些特别需要我们去关怀的孩子 在这一块我想说我们会更加用心地去学习 教育不只是课本上的知识 更要落实在日常生活中 新山持继幼儿园举办两天一夜的毕业生生活营 透过不同的活动 启发孩子们的责任感 培养他们成为懂事懂理的孩子 以前会好像比较蹦蹦跳跳玩 可是刚才就是一出来的时候 她就是好好做完她的玉珠的工作那样子 很用心地擦了左脚擦右脚 然后骂肝 她就是很专心的这样子 学习独立的同时 新山持继幼儿园的孩子们也到喜盛中心 和残障中心献出爱心 我们一天写五个字就手痠了 那个哥哥他还在克服困难的写多多字 他们还能够很努力地去用他们一解微薄的力量 去完成很多事情 从他们身上 可能他们会很感恩自己 他们生得很健康活泼这样子 有了健康的身体 还要懂得善用它来帮助其他人 新山持继幼儿园五岁班的孩子们 将自己心爱的玩具和故事书捐出来 送给贫困家庭的孩子 玩具对孩子们来说就是现阶段最重要的东西 可是看到他们有这个大蛇的精神 愿意把他们的这些玩具送给别人 这是老师觉得很感动和看到他们成长的地方 经过四年筹备 位于新山五福城全马首座慈激环保教育馆正式启用 为推动社区环保教育做出更多贡献 慈激对我们来说它真的是起到一个很补助的作用 如果是官方动员通常都是动员到特定的社区 可是慈激有这么多广大的会员 当然你能够动用的是草根 这样子的话那个效果会更好 爱护环境不分国界 19位来自海外及马来西亚工艺大学的学生们 透过ISAC国际经济商馆学生会的 蜀西海外交流计划 来到新山的慈激环保教育馆及环保点取经 以汲取更新的环保知识 在新山天本工伊布拉辛诗讯学院 只是将课堂搬到户外 透过在慈激环保点实地做资源分类 让这群未来的教育工作者 了解到环保的重要性 环保风气吹入民间 古来亚裔文满新村大博公庙一年一度的游神活动 特别邀请慈激之工宣导垃圾不落地 希望虔诚的信众们不忘保持环境整洁 其实文满这个地方曾经有得过最漂亮 还有最清洁新春奖 所以通过这个活动 其实是在唤醒大家 就是说回复到最初的状态这样子 而在古来富贵山庄孝亲超度法会 则延续了去年用素食祭拜仙人的方式 还提供健康素食便当 邀约信众们一同响应 毒素救地球 对身体健康比较有好处 就是说肉类的话会导致癌症之类的产生 所以素材会帮忙排毒 素食不再是宗教信仰的课题 如今更多人是为了健康和减缓全球暖化 而加入素食的行列 刺激之工再次与古来政府医院餐厅合作 提供色香味俱全的清真蔬食套餐 用实际行动来支持素食减碳 有了健康的身体 才能拥有清静的身心来广演妙法 慈济新山之会举办大型的 法屁如水金藏演绎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和举办多场读书会 将近千人虔诚读数108天 以清静的肢体演绎改编至唐朝误打国师撰写的 慈悲三昧水灿 一年两天与超过6000名的观众以法结缘 能够把这个三昧水灿很现代化的演出来 可以让百姓众生的好都能够很清楚很了解 这个敬重的含义 那也很明确的一直告诉弟子们 就说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这种算是营业剧是一个方便法门 但是重点是说它传达出来就是一个善的念 所以它同时也可以进化人心 要让世界变得更祥和 就需要汇聚更多人的善念 今年的魏赛节 慈济之工分别在新山 古来和奔真等多个地点 举办御佛典礼 邀约民众一同为苦难世间祈福 慈济之工也将御佛台送到老人护理中心和政府医院 让行动不变的信众们也能共募佛恩 除了信仰的力量 陪伴马尼马加走过来的 还有这群默默付出的志工 今年共有99位社会大众 不分种族信仰 完成志工培训课程 加入了慈济助人行善的行列 未来需要更多的有心人参与 共同为自己的人生 以及后代子孙 谱写更动人心弦的生命篇章 参与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